各位粉絲,大家好 今天我走過來西門口這裡 以前騎馬速度慢,現在水馬很快 一夜之間全部西門口廣場這裡放了水馬 今天我就從西門口這裡走過對面黎灣區 看一下什麼情況 因為這幾天 全廣州市的人都擔心被人封控了 對面回聞飯店那裡 我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放了水馬 反正我前兩天走過的時候都平安無事 我拍過來這邊 這個是熱獸新都會大廈 走過來這邊 就慢慢接近黎灣區的範圍 這個長庚守藥這裡,這個門口都封了 這裡走進去就是大坑渠,金花街那邊 這裡之前我拍過一輯視頻,有拍過這個寶生大鴨 這個以前是一個檔袍有百多年歷史的 這個青磚雕樓 不過它和鄉村的雕樓不同,它是一個檔袍來的 現在是屬於市政府的文物 走到這個江復北路和中山七路交界這個十字路口 我現在順著這條中山七路 我現在順著這條中山七路 由東往西一路走過去黎灣區 西門口廣場,一座高城二十幾三十層的 有寫字樓,有商場,有酒吧,有食肆在裡面 這個位置順便介紹一下就是 舊鎮時廣州很老闆一個中華電影院的所在地 這些都是幾十年前的事情 門口站著這麼多年輕人 我估計可能都是準備不准上班 政府規定,黎灣區全部居家辦公 不准上班,所以他們在寫字樓走出來 因為我們在寫字樓走,我會便進去 是否說封了我有點倒退 行人家再撐出去 是否封了我才進去 這個要撐出去 這個要撐出去 現在這裏要撐出去 對面為了藍色無反的 現在為了特色無反的 現在造了疫情的隔離酒店 我走这条就是中山七路 黄金路边鸡 鸡飞狗走 没有生意做的 成龙鸡坏了 以来湾路为界线西边 居民社区就封控了 这些就叫做封控管理 包括很出名的小西关 那个娱乐城 都停了 对面有一片水马 一直估计都是连到东风路那边 因为据政府公布 这一片就是属于封控区 这个叫做幸福新街线 旧镇市里面有个市场 这里一走进去就 那住在里面的居民就出入就要 凭24小时的核酸检侵 哇 整条路 这一路都舒服了 又没有行人又没有车 又没有行人又没有车 由于封控医院都不是很多人看病 因为这家医院的规定 因为这家医院的规定 全部有24小时的核酸 阴性检测报告 和连续三天的核酸检测报告 才让你进医院看病 这个就是荔湾区的中心医院 这家医院都没有人等车 巴士站都没有人等车 人又少车又少 平时这个出出入入口的路口 都违闭了 那里面外来人就不准进了 你有什么交给里面的人 就在门口交给这些工作人员 进门才打开健康码 这条路平时车出车入热闹非凡 今天全部违闭了 这条路平时车出车入热门 这个小区住很多人 里面有很多人 这个有十多座大楼 这里有有很多人 师傅 他们不准进去还是征核酸检测的 现在都不能出路了 现在现在也不能出路 大家要多封时间 不清楚 里面的人都不能出入 他们不清楚封多久 這邊最緊張 封閉了,難道火觸? 火觸就更麻煩,這裏周滿街 這裏周滿街更嚴重,指進不出 哇,好嚴重啊,火觸車都進去 往日一片人山人口的景象 現在全部被馬圍住,指進不出 在這裏周滿街,指進不出 離角盤 遭拾馬園 這邊更加蒸 我走过来另一边,看看这边有没有周满街那么紧张 这边就好一点 这个小区就好一点,可以凭24小时的核酸陆码测体温出入 它就没有周满社区那么紧张,周满社区那里写着指进不出 一路走到上来半塘路口,再往前望中山白那边 都是封控了,表明栗湾区周满社区这个范围就比较紧张 我估计对面那个闸口就是进去周满街的,都是指进不出的了 我一路移过来,这边一路这样整个周满小区都违背了上来 这里设置一个哨兵 例行数码通行 半塘社区出入口 我现在走着半塘路,我由北往南,走往半溪酒家那边的方向 你看这些关口就知道紧不紧张 这边这些半塘社区关口 是属于临时管控,可以铬24小时的核酸马进出的 广州大部分的社区都是临时管控的 即是它封了很多的出入口,只是留一两个给你们的居民 就彭健康马和核酸的那个检测因证报告进出 在现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 即是不用好像没染鸡笼那些人到处走 这些就叫管控 我再往前走 就是广州很出名的景点 人威庙的广场 这里学校就停了 这里有一间广州市西关外语学校 从昨天开始 广州市除了南沙区和松化区 其他所有的学校都停了课 转为线上教育 我就走到来这个人威庙广场这边 前面就一个核酸检测 现在开始吗 這條龍津西路尾 這裏有一片很多的餐廳 食在廣州 西關的味道最正宗 平時這裏的餐廳熱鬧非凡 今天我在廣州中山白一帶 疫情下的風控管控區的拍攝就到這裏 十分多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拜拜